要么替我嫁给柿子,下家给你一千两银子陪嫁,要么嫁给无妈瘸腿的儿子,十两礼金,你二选一。 嫡姐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凶狠恶毒的神情让我不寒而栗。 嫡母能生,一连生了三子一女,故而嫡姐是下府的长中宝。 可男人总会犯错,在一次醉酒后,父亲与伺候他洗脚的我娘有了首尾。 亏了我娘只是个洗脚丫鬟,我又是个女娃儿,嫡母为宽容良善之名,并没有把我和我娘出去。 娘亲靠着省吃俭用把我拉着大。 我八岁时,终于能领十二两银子的月银,按说日子该宽泛不少。 可嫡母又说了,府中开销大,今后我们的吃食得自己在小厨房解决,大厨房不再管。 得,我那十二两银子也没能存下来。 前些年,姐姐与宁氏子订婚。 原本一切皆好,然而三年前宁氏子遭人暗算,半个身子叹了。 而下月初,便是嫡姐与宁氏子大婚之期。 嫡姐不甘,于是与嫡母一同想出个主意,礼贷淘江。 想清楚了吗? 嫡姐放大的脸在我眼前定住,着实吓了我一跳。 想,想清楚了,我嫁氏子。 一千两银子,哎,姨娘可以用好久了,算你识相。 嫡姐轻轻够了勾唇,不懈地哼了一口气,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转眼到了出嫁当天,嫁妆依然八十八台,却被换成了不值钱的物件。 唯一能到手的只有那一千两银子。 我在出嫁前给姨娘,姨娘硬是不肯要。 最终一人一半,怀揣五百两巨款,我紧张得不行。 洗房里尚有一人在,嬷嬷把我扶到床边叮嘱。 世子妃,今后世子就烦劳您好生照顾了。 透过喜帕下的空隙,我能看到床上躺着的红色人影。 嬷嬷带人出去后,屋子里只剩下我俩。 我呆呆坐在床边,不知所措。 这时,一声轻笑传入耳边。 呵呵,世子妃不把为夫抱起来,怎好先盖头,喝喝尽酒。 我任命的闭眼深呼吸一口气,挪过去把他扶起来,让他靠着饮枕。 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还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 清爽,好闻。 书弟眼前一亮,红盖头已经被掀开。 我正正地看着眼前的男子,都说宁王妃与宁王曾经经成轰动一时的金童玉女,相貌一等一的好。 我那三个弟兄相貌也算是出众的,可与世子一比,竟然是云泥之别。 夏二小姐,浅浅的一个称呼。 瞬间将我从遐想中拉进现实,我一惊,骑满王府的罪名可不小。 嫡姐自然有下腹撑腰,我却孤身一人。 像我这种小人物,她一句话就能让我跌入尘埃。 咚! 脑中尚未来得及反应,腿脚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跪在地上扶手认错,态度良好极了。 世子饶命,嫡姐她这几日就急复发,如今还躺在床上昏迷着,父亲担心误了极期,只能让我代替嫡姐出嫁,还望世子原谅。 周遭一阵死寂,就在我以为自己小命休矣之际,淡淡的嗓音让我悬着的心略略放下来。 起来吧! 我哆嗦着手撑着地面,颤微微爬起来。 本世子是洪水猛兽。 盯着她天怒人怨的脸,我茫然摇头。 那你为何一副本世子要吃了你的模样? 我瞧了瞧她,小心翼翼地试探,世子对李戴桃江一试,不生气。 我可是庶女A,要啥啥没有,就连容貌都比不上嫡姐,是个人都该生气的吧。 可她只是去了我一眼,面无表情扔下一句话,就闭眼睡了。 一整晚,在我辗转南安中度过了。 此日日上三竿,待我醒来时身侧早已没了人。 我大惊,狮子死了,尸首被抬出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我这刚成亲,就跟催命般害死了狮子,怕不得要陪葬了。 一边哀叹,一边爬起来,抖着手穿衣裳。 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两个丫鬟。 一人帮我穿衣裳,把我原先穿好的衣裳包了下来,换了一套端庄的日常服饰。 狮子飞,接个日子不比昨日,奴婢给您换一套合适的。 我这才发现,心慌之下,我竟然把昨个的喜服穿上去了。 摘! 狮子都死了,我还穿喜服,这不是闲命,尝试什么。 另一人准备好喜术用具。 狮子飞,请喜术。 这时又有人送来早膳,足足食样早点。 吐行水晶虾脚,如意膏,和欢汤,吉祥果,珍珠翡翠汤圆,必定是断头饭了。 狮子飞,请用膳。 我磨磨蹭蹭过去,完了,果真死了。 估计等我做完这一切,就要把我拉去陪葬了。 一个早上,我如坐针毡。 用过膳后,一名婢女过来引我去正厅。 狮子飞,奴婢是真果,伺候您的大丫鬟。 王爷和王妃已经等候多时,请随奴婢来。 我每走一步,大腿便不停颤抖。 悲催啊,那五百两银子,早知道该硬要姨娘收下的。 不知何时,真果停住了脚步,还沉浸在悲伤情绪的我,一不小心撞上了她后背。 真果淡定侧身,在一旁做了个请的动作。 请狮子飞入堂。 入堂。 完了,要入灵堂了,我命休矣。 就在我哆哆嗦嗦嗦进去时,一阵温和的嗓音从前方传来。 轻轻,昨夜睡得可好。 好,好极了。 好到您儿子去了,我都不知道。 我欲哭无泪,头也不敢抬,扑通一声跪下,可怜兮兮趴在地上道,回母妃的话,儿媳睡得还行。 担忧过度的我,丝毫没发现王妃喊的不是嫡姐的名字,而是我的。 快坐吧,今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无需行如此大礼。 真果上前来搀扶我。 我这才发现居然不是灵堂。 视线一扫,昨夜那折仙的柿子竟然坐在轮椅上,就在上手的美妇美男旁边。 我眨了眨眼,真是她。 鬼啊! 吓得汗毛倒立,手臂乱舞地直往后退。 真果连忙扶起我,低声安抚。 世子妃,是王爷王妃和世子殿下。 美妇和美男疑获对视一眼,美妇柔声笑着说道, 轻轻何来诡异说? 莫不是昨夜眼着了? 世子坐在轮椅上,唇角微勾。 淡定地清了清嗓子,然后喝了一口茶水。 我悬着的心放下一半,大白天的怎么可能是鬼? 再说了,鬼又怎么会清嗓子,还会喝茶? 快过来,让母妃看看。 我惊疑不定地一边看着世子,一边往王妃身边靠拢。 这孩子果真惊着了,来人去请大夫来。 若是之前还存在犹疑,那此刻我便已经清醒过来。 母妃,儿媳无事,就不必请大夫了。 见我终于回过神来,一旁的真果是一捧茶的婢子上前。 我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旁的世子一眼, 这才接过茶水,垂手忐忑地递道给王妃。 儿媳请母妃喝茶。 王妃笑呵呵地接过茶水喝了, 然后从手腕上取下一双玉镯帮我戴上。 青青啊,这是家妍祖母曾经给我的过门礼, 接个我特意带来传与你, 今后王府便是你的家了,莫居树。 玉质地温润,触感丝滑,异常舒服。 这回我终于反映过来王妃对我的称呼。 王妃又拉着我的手好声叮嘱, 轻轻,加严金后就辛苦你多加照顾了。 从另一个托盘中取出一个厚厚的红风。 母妃知晓,你是个好孩子, 这是母妃给你的改口红风,你收好。 谢过王妃,给公共敬茶时,又得了一个丰厚的红风。 我内心激动极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差点没当场抱着两个红风打滚。 眼冒星光地谢过王爷后,王妃又发话了。 轻轻啊,今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三千两银子零花, 你只需好生和佳妍过日子便可。 三千两,还零花? 惊喜来得太突然,我差点招架不住, 简直要幸福死了。 从头到尾,都没人提我代替嫡妾出嫁一事。 我心里感动莫名,暗暗发誓一定要好生照顾世子, 直到她离去。 呸呸呸,最好长命百岁, 这样我就能拿更多的银钱,照顾好我的姨娘。 送世子去了书房后,我回了屋子, 颤抖着手拆开红风,一张张银跳数过去。 二八,二九,三十,一百二十九。 足足一万两千九百两。 发了发了发了。 我抱着银票,整张床乱滚。 不怪我没见过世面。 虽说是尚书府出来的,可小院和大院不一样。 嫡妾过着上层世家贵族的日子, 我和姨娘在小院子里还得为吴抖米折腰。 我更是偷偷地乘天上山, 打鸟下和捉鱼,无所不为。 一朝富贵,直接攀登至我这小庶女的人生巅峰啊。 简直不要让人太惊喜。 好一会儿才发现, 世子不知道何时竟然就在门边, 嘴角擒着莫名的笑意。 我羞红了脸。 晚了,贪吃的模样被瞧见了, 她会不会瞧不起我这小门小户见不得人的模样。 我忐忑地走向她。 世子殿下,您怎地突然杀个回马枪, 有何吩咐? 这一瞬,我又忘了自己是她的世子妃。 她转着轮椅进来, 眼神亮晶晶的, 似乎并没有生气。 我落下了东西, 回来取。 从桌子上取了一支笔, 转身离去。 那隐约勾起的嘴角, 令我厚如城墙的老脸一红。 自此后, 我便无微不至地照顾起她来。 她要温水, 我绝不会给她避开水。 她要往东, 我绝不会推着她向西。 她要摘果子, 我亲自爬树。 被她瞪了一眼后, 乖乖下来。 找了个网兜, 给她网柿子。 转眼便到了三朝回门之日。 我既兴奋又期待。 一大早迫不及待地 取了半数银跳。 想了想, 又放回去一些, 只揣了两千两银跳在身。 太多了, 万一回头被嫡母诬陷姨娘, 偷得就麻烦了。 用过早膳, 母妃早已命人 把回门的礼物准备妥当。 我纠结地在屋里踱步。 是去书房找柿子呢, 还是不去。 柿子垫下这腿, 若是跟我一起回门, 会不会被人瞧不起? 可若是不陪我回门, 哎, 我一个人回去, 也着实大的压力。 去, 不去, 去, 不去。 正当我一边踱步, 一边数数时, 柿子回来了, 可准备好了。 我脑子片刻, 又无法思考, 转瞬又明白过来, 他说的应该是回门仪式。 惊喜地猛点头,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怕他反悔, 我立马推着他上了马车。 到下府的时候, 门口只有姨娘一人, 还有一直照顾 我们娘俩的宋妈妈。 姨娘的手不停地搓着, 东张西望。 她衣裳单薄, 竟连个暖手炉都没有。 我顿时眼眶一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王府, 父王母妃疼我, 样样替我考虑周到, 我唯一要照顾的就只有柿子。 再看到姨娘这般, 便觉得心疼不已, 赶紧下车把暖手炉给她握住。 姨娘不冷。 清清,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这外头洞, 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姨娘把我的手重新放进手炉, 满脸关切, 示意送妈妈去开门。 不是, 柿子也来了。 我休暖地垂眸, 柿子已经在王府下人的安排下, 从车里下来了。 往常淡淡的表情, 有些幽冷。 是, 柿子。 姨娘忙行礼, 神情有些拘谨。 也是, 在小院, 大院里所有的聚会都轮不到我们娘俩。 姨娘见过最厉害的人, 便是尚书父亲了。 柿子推着轮椅, 上前虚浮了一下, 面上和煦。 想必夫人便是柿子妃的生母了。 我眼眶一红, 柿子外形看着冷漠, 可骨子里与王妃一样, 是个护短暖心的。 此刻她并未说姨娘, 而是以生母代替, 给足了姨娘面子。 姨娘忙回答, 回柿子的话, 是小妇人。 柿子也来了, 快请进府再说, 悄悄抹了抹眼角。 虽说进府再说, 可府门紧闭。 宋妈妈已经拍了一会儿了, 压根儿就无人开门。 必是料定, 今儿个我要么被王府折磨不能回门, 要么也只是孤身一人回门。 柿子瞥了身后一眼, 宁管家上前叫门, 柿子携柿子妃三朝回门, 还请开门。 门刷的一声, 立马开了。 守门的下人, 彷徨不已。 是,柿子, 请容老奴进门禀报, 说着非一般进了院子。 不一会儿, 整个下府鸡飞狗跳。 嫡母和嫡姐 神情一言难尽地快不出来, 显然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母亲尴尬地陪笑, 不知柿子也跟着回门, 是臣妇地疏忽, 还望柿子恕罪。 嫡姐瞪了我一眼, 似乎在说柿子回门, 为何不提前告知她们。 我低垂着头, 乖巧地推着柿子。 哦, 所以, 杰格若是青青这个柿子妃 单独回门, 便不是代表宁王府了。 大冬天的, 母亲额头的汗水 不停往外渗, 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不是的, 柿子殿下。 天冷, 柿子殿下还请先进府再说。 柿子微微转动手中的扳指, 轻飘飘地道, 一屋子的女眷, 本柿子怎好入府。 又瞥了一眼, 直愣愣盯着她, 看得嫡姐, 诞生道, 都在这儿候着吧, 以免坏了下大小姐的名声。 嫡姐面色一红, 娇嫩欲滴的唇轻轻抿了抿, 迎迎行礼, 娇声道, 柿子严重了。 柿子带着我进了暖和的马车, 又让人给母亲也加了一件大厂。 母亲则赶紧吩咐下人, 去把父亲和兄长们喊回来, 然后便和其他人一起在门口等着。 她和嫡姐出来的匆忙, 根本没穿大厂, 这会儿很快便被风雪冻僵了。 我掀开车帘看了一眼, 就见嫡姐恶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这边, 娇俏的小脸此刻已经冻得红彤彤的。 浑身发抖, 可世子夫君没有发话, 也就没人敢入府去取大厂翱子。 等父亲和三位嫡兄回来时, 已经过了足足一个时辰, 此刻终于如获大赦。 母亲和嫡姐早动得浑身僵硬, 说不出话来。 中途嫡姐实在受不了, 母亲请求过世子让人取大厂来。 世子却说, 银阳与宋妈妈在风雪中 已经等候好一阵子, 为何母亲等人等不得? 直接堵住母亲的嘴。 父兄赶紧上前行礼, 见了母亲和嫡姐的模样都心疼不已。 下官草民见过世子殿下, 世子悠悠吐气, 上书大人的府门, 当真难尽啊。 父亲头垂得更低, 不知世子要来是下官的错。 哦, 是吗? 三日前, 满京城都知本世子大婚, 迎娶的不正是上书之女。 别人尚且知晓, 接个本世子与世子妃回门, 下府身为亲家竟不知。 哎, 也是我宁王府示弱, 看来今后还得仰仗上书府的鼻息过日子了。 父亲和兄长齐刷刷跪在地上。 开玩笑, 除了天子, 就属天子的胞弟宁王府中最有权势了。 宁王府仰仗上书府鼻息过日子, 简直划天下之大机。 下官之错, 但求世子原谅。 嫡姐如毒蛇般的眼神盯着我, 咬牙切齿。 妹妹, 爹娘只是忘记 接个是你回门之日, 并非故意的, 妹妹何必抓着措处不放, 让人以为下府故意针对你。 坏了下府的名声, 对妹妹你可有好处。 我尚未来得及开口, 世子冷冷的眸子就射向她, 嘴里吐出的话 毫不留情。 清清从头到尾, 没有说一句话, 怎就成了她抓错处。 下大小街, 你平日里便是这般硬给清清扣使盆子, 欺负她的。 本世子与下大人在说话, 下大小街竟然插嘴辱骂世子妃, 这就是你下府的教养礼数。 母亲盲对她摇头, 理解脸色忽青忽白, 死死地咬着牙关, 再不敢接话。 走吧, 先入府再说。 本世子的世子妃身子弱, 受不得冷, 带头往里走去, 跟随父兄去书房。 临走之前, 特意拉了拉我的手, 好声叮嘱, 世子妃兴许有许多话与夫人说, 为夫一会儿去找你。 我刚从感动中回过神来, 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好, 世子前脚离开, 嫡姐扬起手就要打我。 姨娘吓了一跳, 忙凑过来替我打。 嫡姐, 这一巴掌下来你便是犯上。 可想过能否承担得起 殴打世子妃的罪名。 世子给我撑腰, 我可不能拖她的后腿不适。 嫡姐怒火中烧。 却又不得不放下杨启的手, 恨得咬牙切齿。 夏清清, 你别得意。 她不过是我不要的破烂东西而已。 若非对我有情, 世子殿下又岂会因为赌气 而故意假装对你好。 她敢说这话, 自然是有底气的。 嫡姐乃当今京都三才女之一, 当初能和宁王府定下亲事, 固然与父兄在朝为官相关, 却也与姐姐容貌才情密不可分。 见我不吭声, 她越发得意。 若非我把世子妃之位让给你, 你岂有机会如此对我? 你不过是洗脚毕生的庶女, 下腹的一条狗, 我说什么便是什么, 你凭什么阻挠我? 我爱怎么教训你, 你都得给我好声受着。 说着一巴掌拍过来, 长久的压迫和俯视到底深入骨髓, 我被训斥得一愣一愣的, 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乍然来的巴掌。 耳边感受到一股冷风, 等我清醒过来时, 嫡姐正捂着她的手间叫不已。 她的手此刻出了不少血, 旁边还有一粒小石子。 你没事儿吧? 宁视子温和的话将我从震惊中拉回, 鼻子酸酸的。 我无事。 是, 是子。 姐姐眼中满是惊恐和委屈。 看下大小节这模样, 分明强健得很, 何来就急复发。 下大小节这是故意藐视黄金国妻了, 不知逃婚的罪名下大小节能否扛得住。 笔姐脸色瞬间惨白, 吓得直往后退。 她差点就忘了三日前的礼带桃江仪式。 柿子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她。 本柿子的柿子妃, 也是你能动手的。 又看向我, 神情温和, 语气却冷冽道, 下回给我争点气, 你如今是柿子妃。 除了皇上以外, 倘若旁人对你不尊不敬, 给我打回去, 本柿子给你兜底。 笔姐脸色白得近乎透明, 身子摇摇欲坠。 柿子去了她一眼, 仿佛看了什么脏东西般。 本柿子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喜欢的, 也太美品。 后面赶来的母亲和父亲 脸色煞食精彩分成, 却不敢出言相袒护。 我红着脸疑惑地问, 你怎么回来了? 柿子奸诈, 老喜欢耍回马枪。 听了我的话, 她轻轻笑了。 这一笑倾国倾城, 连嫡姐都忍不住看呆了, 眼里又是嫉妒, 又是悔恨。 据说, 自从宁柿子瘫痪后, 再不出现在世人面前。 故而, 世人皆以为, 她是瘫痪在床, 形容枯稿。 可眼前的柿子, 除了腿脚不能动以外, 握着轮椅的手, 再灵活不过。 面容更是宛若仙人, 挑不出一丝瑕疵。 哪里看得出, 只剩两年寿命之人。 莫不是大夫诊断有误, 嫡姐眼珠子差点没粘在她身上, 忽然想你, 就过来瞅瞅。 幸好我过来了, 否则你就被那阿猫阿狗欺负了去。 她一有所, 只得扫尸嫡姐一眼, 父亲尴尬地训斥嫡, 让她回了屋子, 又请世子去书房。 整个户短的过程, 足以亮瞎下抚一群人的眼。 可我不明白, 世子明明该追究替嫁的罪责的, 为何不仅不追究, 反倒对我好的不像话。 这个问题, 我从成亲当晚就思考到现在, 仍然没有一个答案。 但我深知, 无人会无缘无故对他人好。 罢了, 想不通便暂时不想了。 姨娘终于松了一口气, 轻轻拍着我的手, 跟在母亲身后进了屋子。 母亲边走边说, 你嫁的一个好郎君, 这都得多亏了飞摇的成全, 你得念飞摇的恩情, 可别做了白眼狼, 明白吗? 即便如今是世子飞, 你也是从我下府出去的, 你述出的身份终究不能改变。 理解教训你是应当的, 你仔细受着辨识, 何至于如此不懂事, 事事惊动事字。 嫡母到底是嫡母, 三言两语就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 还指责我不识好歹。 母亲脸色一变, 却不敢反驳。 头垂得更下, 姨娘在府中还需仰仗她的鼻息, 我乖巧地应道, 是, 母亲。 见我没有以身份压人, 她终于满意地扫了我一眼。 你出嫁三日, 想必有许多话要对你姨娘说, 便去吧。 跟着姨娘回来院子, 姨娘的眼眶立马红了, 拉着我一个劲瞅着, 问过得好不好。 姨娘, 您看我过得好不好。 我笑着转了个圈, 头上发誓叮当响, 这些可都是母妃给的真实货。 嫡姐刚见那会儿, 还恨恨盯着桥, 极度地不行呢。 加之从进门前到进门后, 世子对我的爱护, 姨娘自然也看出她待我极好。 你在王府过得好就行。 多亏了王爷王妃和世子, 他们都是大度之人, 否则单单唤亲一事, 就足以让咱们被安个藐视 皇亲贵族的罪名, 下府必受重创, 我们娘俩也没有好日子过。 是啊, 王爷王妃都是宽容之人, 世子更是待我极好。 寒暄一番后, 我把银票取出来, 让姨娘放好。 姨娘不肯, 直到我搬出自己小金库, 如今还有一万四千两银子, 她才放下心来收好。 临别时, 又叮嘱我好生伺候世子和公婆。 很快便到了回王府的时间, 临近上马车石笛解锥了出来, 当着世子的面给了我一答书信。 妹妹, 你不在府中的这几日, 我收到一些书信, 似乎是你的大牛哥的。 如今我物归原主, 终于放心了些。 她的笑容很碍眼, 说出来的话却有一番天真无辜的模样, 可眼底的那抹幸灾乐祸到底掩藏不住。 我的大牛哥。 血液却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我下意识盯着世子。 谁都有个童年玩伴, 大牛哥便是我童年的玩伴, 可他不是去了松县做县令了。 我从未收到过一封他的书信, 怎会在此刻收到, 还在狄姐手中。 看着正义封一封查看信件, 脸色逐渐变黑的世子, 我心下一抖。 完了, 狄姐是要挑拨我和世子。 看世子这模样, 分明已经生气了。 狄姐的笑容更加大了。 我刚要开口解释, 世子却抢先一步, 冷冷训斥狄姐。 下大姑娘若不知晓 李毅廉耻怎么写, 本世子不介意教教你。 狄姐面色一宁, 似乎没想到世子会这般说。 得意的脸色瞬间被煞白取代。 世子殿下不介意树妹与他人有奸情, 也当真大度, 奸情。 下大姑娘不会说话, 宁管家便替下大人教教她吧。 宁管家一会, 上前展开手对着狄姐便啪啪两下。 声音清脆, 现场顿时一片死寂。 狄姐好半赏, 才反应过来被打了, 羞愤地欲抓狂。 我明明好心提醒世子, 为何世子不领情? 一个庶女而已, 也就世子把她当成长中宝。 她明明没安好心, 身在曹营, 心在汗, 世子可别被她蒙添了。 宁管家再次打了狄姐两巴掌。 狄姐被打蒙了, 被世子害人的眼神吓得直后退, 精致的面部瞬间被扭曲所取代。 蠢东西, 本世子与世子妃成亲才三日, 这些信却是堆积几年的。 你阻挠青青与罗之线, 不, 如今该喊罗之府多年, 生生破坏两人感情。 可见小肚鸡肠, 毫无世家贵女风范。 待见得树妹过得不错, 又生毒计, 把暗暗收藏多年的书信抖露出来。 若我知晓此事, 必定冷落世子妃, 甚至修了她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下大小街, 我猜得可对。 嫡姐面如死灰, 见鬼一样看着毫不留情揭露她的世子。 下大小街如此恶毒, 着实辱墨下府门风。 我若是你, 必定羞愤欲死。 听闻下大小街最近与国公府的公子走得近, 本世子想知道, 国公府公子都知晓 下大小街的为人与所作所为吗? 嫡姐惊骇至极, 没想到搬起石头竟然砸到了自己的脚。 担心这件事情传出去坏了她名声, 想也不想当即跪在地上求情。 世子殿下, 小女也只是想让世子殿下不受庶妹的蒙蔽, 并无其他想法。 还望世子殿下明察, 若是小女的话有误, 还请世子殿下原谅则个, 小女之错。 家言世子拧着轮椅上前, 低头俯视她, 眼神忧冷害人。 记住, 下回再算计挑拨本世子, 可就不是长乖了, 我便让人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喂狗, 转身拉着我的手离去, 徒流跌坐地上, 脸色如见鬼一般的嫡姐。 我以为经此一事, 嫡姐会有所收敛, 可很快, 她便心生别的毒计。 回门不过五日, 姨娘便得了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我收到消息时, 她已经连夜被嫡母扔到下府别院去了。 我大惊, 按说上回有世子撑腰, 下府应该不会再为难娘亲才是。 难不成, 那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是真的。 我在门口踱步, 心头大乱。 对了, 送妈妈。 我让人找寻她的下落, 却被告知她早已回了老家。 这件事情必有猫腻。 先看看再说。 我让人背了马车, 带上大夫紧赶慢赶去道, 却终究还是没能见着姨娘的最后一面。 我颤抖着手掀开白布, 惊骇地直往后退。 姨娘脸部红肿地差点认不出来, 仅仅几日就溃烂得不像样, 若非眼尾地至依稀可见, 我都不敢相认。 我捂着嘴, 不敢置信她竟然就这么离我而去。 我才刚开始过好日子, 还有许多事情想要与她一同做, 许多话想要与她说, 她怎么能就此离去呢? 轻轻抚摸上她的脸, 冰冷冰冷地, 犹如冰窖里刚出来。 我哭得不能自已, 拉着她的手想要再次紧握住, 却发现根本无法掰开。 低下头才发现姨娘的手居然是紫黑色的, 不对劲。 我使劲掰, 终于掰开一部分她的掌心, 这才发现上面有两个细小的口子。 不是疾病。 我和娘亲近乎被放养, 故而小时候, 我时常从小门偷溜出去玩。 我曾经见过有人被毒蛇咬过, 便是这般红肿, 黑子, 两个小口子。 可当时那个大哥哥有我给他吸毒, 虽然后面我也中毒了, 但他后来给我找了大夫, 也看好了。 姨娘却没人救, 她是活生生中毒溃烂而死的。 一想到此处, 我的心口就犹如灌了千斑, 无法呼吸。 宋妈妈彼时应该不会离开娘亲, 她在哪儿? 为何娘亲出世后, 她就回了老家? 既然是中毒。 又为何要说是恶极? 下家的人在隐瞒什么? 一系列的问题让我的脑子有些乱。 擦了擦眼泪, 帮着下人一起搬姨娘的身子入关。 姨娘的身子直挺挺的, 入手彻骨的冷, 根本不像是刚去的。 可下人刚才分明跟我说, 姨娘刚去不久。 再看她的脸, 臃肿青子, 似乎血液都流到了脸上, 可身子和手足却正常。 慢着。 我让人重新把姨娘放下来, 命人去请武座。 趁武座没来之前, 我仔细检查姨娘的身子, 发现她手腕脚腕处皆有青子于痕。 我目自欲猎, 姨娘的死当真有猫腻。 别院的下人王武上前劝阻, 世子妃, 世者为大, 您还是先让梅姨娘入恋吧。 我冷冷贴了她一眼, 她不再吭声。 其他下人也陆续劝我 别再对姨娘的尸身造成干扰。 我烦不胜烦, 直接让世子府跟随的下人 把他们赶到一边。 武座很快来了, 我守在一旁等验尸结果。 武座眉头紧簇, 似有难言之隐。 我看了看真果, 真果让人都出去, 只留下我与武座。 武座思索再三, 这才开口。 夫人死于蛇毒不假, 被毒蛇咬后, 却似乎遭受过掌乖倒掉, 头没入水中受腻。 尸身是后来放入冰窖冷冻过的, 约没两个时辰前方才取出来。 如今天天气森冷, 即便两个时辰前取出的冷冻尸体, 摸上去依然含彻骨。 所以, 姨娘不是接个死的, 而是早就被人害死了。 我双眸通红, 心如炸裂后, 被腕针刺扎斑, 难受得无法呼吸。 该死, 真真该死。 死于何时, 我紧闭双眼, 隐忍地问。 武座推算了一下, 估摸着五日前已经死了。 五日前, 回门那日, 我猛然睁开眼。 我刚回门, 姨娘就遭了毒手, 我却毫无所觉。 追心之痛无以复加, 可我不得不深思。 大夫人恨娘亲, 她有动机, 可娘亲对她的地位压根不造成威胁, 她无此必要。 再说, 留着姨娘, 尚有一丝牵绊我的机会, 娘亲死了她便在无法拿捏我, 她没那么蠢。 三位敌兄不常见, 可我依稀记得他们并不是恶人, 至少有几次我恶的前胸贴后背时, 是他们给了我吃食。 至于父亲, 虽说是个七管炎, 但并未对我和姨娘下过毒手。 况且, 我如今是受宠的世子妃, 留着姨娘, 对她只有好处, 她不会在这当口动姨娘。 又想起回门那日迪姐看我的恶毒眼神, 那日我得罪过谁, 已经很明显了。 夏飞摇, 我要把你千刀万挂。 我猙獰的面容兴许吓到了武作, 她赶紧告辞, 猛然间颤抖的手被人用力握住了, 报官还是私了, 世子不知何时来的, 此刻正轻柔地捏着我的手。 我呼得就泪如泉涌, 趴在她腿上, 气不成声。 我只有一个姨娘, 可如今, 她也离我而去, 好一会儿才发泄完。 我脑子飞速转着, 如今, 我有宁王府撑腰, 若是报官, 府尹必定好生查案。 可姨娘说到底, 只是夏府的半个夏人, 即便追究夏飞瑶的罪, 父亲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她。 虽说她能得到一定的惩罚, 却不解我心头之恨。 我要私了。 当日, 夏飞瑶的贴身丫鬟碧儿, 就被抓尽到了王府暗室, 受不住酷刑, 把一切都招了。 果真如猜想那般, 夏飞瑶先是把怒火全都发泄到姨娘身上, 让人足足扇了她几十个耳光。 不解恨, 又命人弄来一条毒蛇, 咬在姨娘手心。 姨娘中毒后, 还被倒吊起来, 底下放了一个大水缸。 原本是打算出出气, 折磨折磨姨娘就算。 毕竟姨娘若出事, 她怕无法跟父亲和宁王府交代。 正当此时, 国公府有人送来帖子, 说是邀请夏府公子小姐三日后去参加赏煤宴。 夏飞瑶的气总算出得差不多了, 就会挥手走了。 没想到夏人在解绳子的时候, 一时没抓稳, 姨娘的身子没人拉住, 直直掉下缸内, 等夏人够着绳子的时候, 姨娘已经腻了。 我心红灼眼, 让人把碧儿远远地卖了。 那条毒蛇, 就是她找人弄来的, 她也不无辜。 家妍世子从外面进来, 无声握紧我的手。 我已经让人去抓夏飞瑶了。 夏飞瑶被抓来的时候, 是劈头散发的。 见是我拼命挣扎起来。 我扯下她嘴上的布条, 狠狠甩了她几巴掌。 顿时把她打蒙了, 也把她的火气打起来了, 惊狂怒骂。 贱人, 你竟敢对我动手,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我娘不会放过你的。 她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 我又想起姨娘来。 要不是她, 我也还有娘。 我满肚子的怨气 猛地爆发起来。 恶从胆边生, 我要按照她 对待姨娘的死法, 如法炮制。 可刚挨完巴掌, 她就已经受不了了。 又是求情, 又是咒骂, 惊恐万分, 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贱人, 你不得好死。 啊! 我把毒蛇 倒在她身上的时候, 足以响彻夜空的尖叫声。 被吞噬在暗室内, 外头一片静谧。 许是察觉动作 变得迟缓不能动, 她骇然地乱折腾, 嘴里喊着。 你给我放了什么毒蛇? 我要死了你, 也得偿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喊吧! 尽管喊! 我红着眼眶, 姨娘那会儿 也是这般绝望, 无助吧! 该死! 很快, 她的眼神变得无比惊恐, 因为她也如姨娘般 被倒吊在一口大水缸面前。 姨娘受过的折磨, 如树报应在她身上。 她眼里早已没有了 不可一世与高高在上, 取而代之的是 无边无际的恐惧。 我咕噜咕噜, 错了, 我错了, 咕噜咕噜。 我让人停下, 站在她面前, 扶手看着她, 跟我姨娘道歉。 她喘着粗气, 担心我下一刻变卦, 立马道歉。 我, 我对不起姨姨娘, 都是我的错, 我再也不敢了。 放了我吧, 我一定会为姨姨娘守孝三年。 我为她抄送经书, 对, 抄送经书, 早登极乐。 求你, 世子妃, 我的好妹妹, 放了我, 求求你了。 看看这卑微 无下线的嘴脸,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微微一笑, 好。 她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我却在下一刻 直接把绳子松了, 一如当初 她们松开扯着姨娘的绳子一般。 扑通, 重物落水的声音响起, 水缸不停冒泡, 一段时间后, 彻底没了动静。 我定定地看着水缸发呆, 两颊早已被泪水淹没, 一条白净的帕子送到我手上。 我低头一看, 世子正担忧地看着我, 鼻子猛然酸涩不已。 外头天开始蒙蒙亮, 我忽然意识全无, 毫无预警地跌落地上。 夏飞瑶的尸体当晚就被送回去了夏府, 她的院子。 我却发烧了, 烧得迷迷糊糊糊时, 有人来禀报, 说是夏夫人求见。 我喝过药后见了她, 是不是你干的? 母亲早已没了往日优雅从容的风范, 眼睛红肿, 面目猙獰。 她上前就要扇我巴掌, 却被真果拦下了。 夏夫人, 这是我们世子妃, 容不得您造次。 她双目喷火地看着我。 你故意的? 你就是因为没见那见人的死, 故意算在我女儿头上, 是不是? 我冷冷看着她。 若不是她们母女, 我姨娘还好好的。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姨娘。 如今姨娘已经离去, 我的未来早已失去方向。 夏夫人这么说, 想必对我娘的死因和过程 再了解不过。 夏夫人恶狠狠道, 她只是个下贱的贱人, 不像我女儿, 是高高在上的尚书嫡女, 我女儿要处死一个府中下人, 难道有错? 我娘的命不是命, 你女儿的命就是命了。 呵呵, 我只知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我娘即便只是个姨娘, 那也是父亲的女人, 哪里轮得到她这个晚辈 来动手处死, 还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 所以, 你就如法炮制杀了我女儿。 她上前来掐我脖子, 却不知怎滴跪倒在地。 家炎柿子送外头推着轮椅进来, 脸色清朗。 我只知道,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她家朱在我娘亲身上的痛苦, 我自当如树奉还。 你就不怕, 我去告你这个柿子妃。 我笑了, 眼底的讥讽毫不掩饰。 别忘了, 我也是父亲的儿子。 尚书大人的嫡女弄死姨娘, 庶女如法炮制弄死嫡女。 她这个尚书大人不知道 还是否能有继续为圣上卖命的机会。 三位兄长有如此两位妹子, 不知道今后试图伤徒是否顺畅, 亲事是否顺利。 下夫人紧紧抿着唇绊, 眼中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恨意。 是啊, 她还有三个儿子, 不能不替他们打算。 我站在她面前, 定定地看着她。 姨娘得了恶疾。 姐姐被传染了, 跟着毕命。 这结果, 下夫人可满意。 下夫就那点事情, 娘亲被折磨致死, 这个过程并不算短。 可从始至终没有一人给我通风报信, 必定是被封过口控制了。 尚书和三位兄长上朝, 必没参与, 那便是下夫人帮衬的了。 既然戳了我的心肺,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的心肺也被戳回来。 听闻下夫人回去后, 终日以泪洗面, 抑郁而终。 下尚书受不了打击, 也辞了关。 我把自己关在院子里, 好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 王府的日子过得很简单, 没有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父王忙着报效朝廷, 母妃得空便过来开导我, 陪我姐们。 我平日里万事不必动手, 除了伺候宁世子家严。 最近世子喜欢待在书房, 早上进去能带到傍晚出来, 故而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颇多。 我闲着无事便陪母妃聊聊天, 做做菜, 时间倒也过得极快。 这一日, 把世子送入了书房后, 我便回院子。 真果拿着一封信过来, 听闻尚书大人在回老家避暑的途中遭了劫匪, 汉林大人和郎中大人已经双双告假去迎尚书大人的遗体。 站在灵旧前, 我心头百般滋味, 对于这个父亲, 我并非毫无感觉。 他太懦弱, 一辈子是个七管颜。 当初与娘亲有了首尾后, 觉得对不住夏夫人, 便给了娘亲小院子, 再不到哪。 我出生后, 有好几次被夏夫人和夏妃瑶哲乳打骂, 使她哄好两人, 不知不觉让我与娘亲逃过毒手。 也是仅有的那几次, 我才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日姨娘出世, 她与三位兄长都不在家, 故而姨娘到死也无人帮衬。 事后担心安王府追究, 便用冰冠封住娘亲的尸身, 直至五日后才假借恶极送到别院。 却不想我竟然连夜追了过去, 这才发现端倪。 我给她上了三炷香, 磕了三个响头。 即便有着妇女的血缘, 我与她终究更像是陌生人。 这辈子, 我们妇女的缘分便到此结束。 世子最近行迹可疑, 入书房的时间越来越长。 经常是早上醒来不见人影, 晚上入睡了还不见人影。 若非半夜, 鼻头依然能闻到清淡的药 混合兰花的香味, 我都怀疑我独守空归了。 直到有一日夜里, 我闹肚子。 回到屋里已经丑时了, 她依然不见人影。 我于是点了灯, 往书房而去。 书房的灯是亮着的, 我敲了敲门, 没人应。 该不会睡着了吧? 担心她着了凉, 于是推门而入, 可里头空无一人。 我眼睛被书架下面的轮椅吸引了。 轮椅在此, 人呢? 四处搜寻之际, 发现书架后面居然有个往下走的楼梯。 怀着好奇急对她的担忧, 我捏手捏脚走了下去。 里头药味浓厚极了, 我心头的担忧也越发明显。 冷不丁半途冲出来个人影。 狮子, 看着她停留在井边的手, 我愣住了。 踏踏踏, 竟然站起来了。 家言狮子是笑非笑看着我, 轻轻怎么来了? 呀, 被你发现了秘密。 她撤了手, 调皮的语调顿时疏散了我心头的疑惑和紧张。 有那么一瞬, 我感觉自己像是等待被灭口的敌人。 我怎么会有那种想法? 你的腿什么时候好的? 她拉着我往下走, 跟我解释就最近这段时日。 诺。 她对着地下室中心的御桶挠了挠嘴。 腿已经好了, 最近在巩固加强, 争取回到之前的状态。 我嘟了嘟嘴, 所以她早已经好了, 却故意瞒着我。 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般, 她笑着捏捏我的手。 你睡太熟, 以至于没发现我最近都是走路回卧室的。 我这才想起来, 似乎有一次醒来, 转过头去睡时, 的确没看到床边有轮椅。 好吧, 她并没有故意瞒着我。 不过, 趁此机会, 我问出了自己心底长久以来的疑惑。 那个, 我想知道, 当初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夏飞瑶, 为何你和母飞父王还对我这般好? 她把我拉到内室, 坐在床上。 硕大的夜明珠是内室的唯一光线来源, 明亮极了。 硬衬在她脸上, 显得她的神情柔和而有色泽。 我也想知道, 你怎么会把我望得一干二净? 这些年, 我容貌改变并不大。 十二岁那年, 我在外贪玩, 中了过路的荣国人的暗算, 被蛇咬伤。 是你帮我吸的蛇毒, 还给我摘了芦苇, 带我躲到水里逃过一劫。 后来, 你蛇毒复发, 是我带你去找的大夫。 你都忘了, 我兴奋地看着她, 原来是她呀。 可, 那时候我还小吗? 的确不记得了。 当初贪玩去摸鸟蛋, 无意中撞见她被人追杀倒地, 给她吸了蛇毒后, 追杀的人也来了, 就躲下水里逃过一劫。 我说呢, 平白无故的安王一家子对我也太好了, 原来是有这么个渊源, 就算如此。 新娘临时变了, 王府也不在意的吗? 也太心大了吧? 她捏了捏我的鼻子, 笑得神采奕奕。 谁说的, 本来这门婚事就是针对你的, 我惊诧不已。 还有这样的内情, 你那嫡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本世子和父王母妃一清二楚, 哪里敢真要她进门? 哦, 所以你的腿是假装的了? 那倒不是, 凑巧后来受了伤, 去年才看好, 只是一直未能完全恢复, 对外便继续坐轮椅, 说是瘫痪在床。 那, 为何对外说只剩下两年寿命? 不言重点, 你嫡姐怎会让你简陋? 她笑得像只狐狸。 也对, 她忽然凑近前来, 放大的五官与我的相对。 我耳根瞬间红了, 怎地了? 我往后躲, 她就往前凑。 媳妇, 既然你已经知晓事情原委了, 择日不如撞日, 今晚我们就圆房吧。 我脑中轰的一声炸开了, 手忙脚乱去推她, 却无济于事。 她很快翻身漆上来, 临近晕厥的那一刻, 我心痛至极地听着银子 哗啦啦外流的声音。 此日醒来晚了, 带去给母妃请安时, 母妃满嘴, 笑得何不拢, 拉着我的手, 叮嘱我好声歇息。 世子能走了, 今后换她来照顾我的, 又把我三千两的月灵花 改为五千两。 我兴奋地躲在被子里 数了一遍又一遍。 世子最好长命百岁, 我就可以由小富婆 变成大富豪。 哈哈, 冷不丁被子被掀开了, 钻进来一张绝色的脸。 小财迷又撇下我独自数钱。 我赶紧把银票收藏起来, 腰间瞬间多了一只手。 娘子既然喜欢赖在被窝, 那咱要个娃吧。 我赶紧把银票收藏起来。 我赶紧把银票收藏起来。 我赶紧把银票收藏起来。